台湾甲娃娃机电的商业模式 通常包括几个关键要素 店面租金 机台购置费用 商品成本 电费 维护费 广告费 以及人力成本 以下是详细的表格 说明各项成本和人力投入 成本项目说明估计金额 新台币 店面租金根据地点不同 每月租金可能差异较大2万 N10万每月 机台购置费用 每台甲娃娃机的购置费用 2万到5万每台 商品成本 每月更换商品的费用1万 N3万 电费 根据机台数量和使用时间 每月电费5000 N2万 维护费 机台维护 及修理费用 每月大约5000N1万 广告费吸引顾客的广告 及促销活动费用5000到2万 人力成本 员工薪水 通常需要1到2名员工3万 N6万 合计每月成本估算 项目金额范围 新台币 总成本 低估计 95000 总成本 高估计 29万 人力需求 职位人数说明 店长已负责店面营运及管理 维修技术员亦维护及修理 甲娃娃机 兼职电源 选择性 1到2帮助顾客 及进行日常清洁以上 是一般的成本和人力投入估算 在台湾开甲娃娃机店要注意的风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法规和合规风险 法规变动 政府对甲娃娃机行业的法规可能会改变 需随时关注相关政策动态 营业执照 确保店面有合法的营业执照 并遵守当地的消防 安全等相关规定 2市场竞争风险 竞争激烈 甲娃娃机市场竞争激烈 需要持续创新和差异化经营 价格战 避免陷入价格战 应强调服务质量和产品多样性来吸引顾客 3经营风险 租金成本 高昂的租金成本可能会影响利润 需要选择性价比高的店面 人员管理 员工流动性大 可能导致人力资源管理困难 需建立稳定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维护费用 甲娃娃机的维护和更新费用较高 需做好成本控制 4经济环境风险 经济不景气 经济环境波动 可能影响消费者的娱乐支出 需要有应对策略 疫情影响 如遇到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 可能导致顾客减少 需做好应急预案 5消费者行为风险 消费者偏好 消费者的偏好和需求变化快 需要持续关注市场趋势 并及时调整经营策略 顾客服务 不良的顾客服务 可能导致顾客流失 需重视顾客服务质量 6安全风险 店面安全 确保店面安全 包括消防安全 防盗措施等 机台安全 定期检查和维护甲娃娃机 避免机械故障引发的安全事故 7资金风险 资金周转 开店初期可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需做好资金周转和流动资金管理 贷款风险 如需借贷开店 需考虑还款能力 避免因资金压力导致经营困难 8供应链风险 供应商问题 供应商的稳定性和商品质量 直接影响店面的经营 需要选择可靠的供应商 商品积压 避免商品积压和滞销 需根据市场需求 灵活进货 9技术风险 技术更新 假娃娃机的技术更新快 需保持技术领先 吸引顾客 系统维护 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 进行机台和系统的维护 确保运行稳定 综合以上风险 需要做好详细的市场调研 和经营计划 灵活应对市场变化 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和经营效率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立于不败之地 在台湾开甲娃娃机店 要稳定获利 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并取相应的策略 来提高收益 以下是一些具体建议 一 选择合适的地点 高人流量区域 选择人流量大的区域 如商场 夜市 学校附近等 确保稳定的客源 交通便利 确保店面交通便利 方便顾客到访 二 提供多样化和高品质的商品 热门商品 选择受欢迎的商品 如公仔 玩具 电子产品等 定期更新 定期更换商品 保持新鲜感 吸引回头客 三 维持机台的高品质和新颖 定期维护 确保甲娃娃机运行顺畅 避免因故障导致顾客流失 新款机台 不定期引进新款机台 增加顾客的新鲜感 四 设计合理的机台难度 适当难度 机台设置不宜过难或过简单 平衡挑战性和可玩性 促进成就感 让顾客有适当的胜利感 有助于提高在玩医院 五 与顾客互动 举办活动 举办比赛 挑战赛等活动 增加出位性和互动性 会员制度 建立会员制度 提供优惠和积分奖励 增加顾客忠诚度 六 有效的市场营销 社交媒体 利用Facebook Instagram等社交平台宣传 吸引年轻顾客 线上促销 举办线上活动 抽奖等 吸引更多人关注 七 控制成本 合理进货 控制商品成本 避免积压库存 节能降号 使用节能设备 减少电费开支 八 提供良好服务 友善服务 培训员工提供友善 专业的服务 提升顾客体验 快速反应 对顾客反馈和投诉 迅速反应 建立良好的口碑 九 分析和优化经营策略 数据分析 定期分析销售数据 了解顾客偏好和行为 调整经营策略 竞争分析 了解竞争对手的经营模式 学习其优点 避免其缺点 十 保障店面和机态安全 店面安全 确保店面安全 包括消防安全 防盗措施等 机态安全 定期检查和维护甲娃娃机 避免机械故障 引发的安全事故 十一 提高顾客服务质量 客户反馈 积极听取顾客的意见和建议 改进服务和商品 忠诚度计划 通过会员卡 优惠券等方式 增加顾客的忠诚度 十二 管理和培训员工 员工培训 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 提升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 激励措施 制定激励措施 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和责任心 通过综合运用以上策略 可以有效提升 甲娃娃机电的经营效益 实现稳定获利